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我走多少場 我走三場 走到來看看 整件衣服濕到 腦底也濕 真是尖叫 為何我會這麼急 不是時急 是時急曼行田 原來這間房子 為何追到我這麼急 很多東西都帶錯東西 其實每一間房子都有財位 尤其是安臣也好 安臣也是財位其中之一 好像打個比喻 很多人家已經做好了 這櫃 地主全部都做好了 但有些是要跟尺寸的神桌 有些是沒有跟尺寸的 麻煩你走遠一點 拿大位 你不要這麼誇張 看不到 你不要這麼愚蠢 不要經常顧著吃開心果 不要把痛苦放在你身上 開心放在你身上 有些人是先安臣 有些人沒有先安臣 神桌的東西是講究有財位 甚至每一間房子都有財位 有些人的財位最少打底 有三個以上 例如什麼財位 正財的位 橫財的位 偏財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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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最少打底 今天我們講財位 如果擺錯東西 等到頸都長 怎樣說等到頸都長 財運 正財 橫財 偏財 尤其是打工一族的 等到頸都長 等了這麼多年 做了幾十年 都是這樣的貓樣 做就只有兩三千元 有些做就只有五六千元 有些做就只有八九千元 甚至有萬多元 試問一下 如果你做了十年 你的工錢都是五六千元 你不覺得醜嗎 通常公司都是講的 公司沒有錢賺 因為沒有錢賺 他又會生存那麼久 但是也要看你的表現 你看那個臭小子 投訴我 他又說我 做了這麼多年 都是八九千元 喂 拿一部機 八九千元 哪裏找到 我也想要 你看看 你看看 是否動來動去 不過癮了 不過癮了 我沒有辦法 我都開支這麼大的 對嗎 對嗎 又動了 又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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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不知甚麼 做一些伏特性 所以說 就是這樣 令到 有些人 就想歪了 為何會想歪呢 就是 現在我在檳城 但是 幸好我常常換酒店 很多粉絲找不到我 但是我在街上 今天遇到一個伯父 第一伯父 微青木獸 我看見 也有七八十歲 很壯健 我在吃這個 跪油燈的時候 他走過來跟我打招呼 師傅 我今天見到你的早晨 這樣見你真的很難 師傅 真的見你的真人 以及見你的電視 我們看電話的畫面 那裡的視頻 是兩個人 我為何這樣說 你的樣子 我看起來好像皇帝命 嚇到我一跳 你知道我也想 我和皇帝 誰不想 你知不知 如果我做皇帝來說 那我班工作人員 肯定是甚麼 就是太監 對嗎 對嗎 女兒 女兒就是公女 對嗎 最重要是要開心 不要說甚麼 說到錢也好 近期我來了檳城 你知不知 有一些不法之徒 無充劉小姐 劉姑娘 打電話給客人說 我是阿Cat 我現在不行 被人打劫 你借錢給我 你真的信嗎 其實是騙你 我跟你說 去打劫 我又可以 老闆在那裡 我支持他 一個電話警察拘捕那個人 我給大家看看 這樣 我們在檳城 收到幾個這樣的電話 去無充阿Cat 即是劉姑娘 他說他是劉姑娘 師傅的助手 被人打劫 那怎麼辦 你借我幾千元 先頂檔 江湖救急 其實這件事 早期也有發生過 幾年前也有 他的名字 一個叫借身 一個叫Candy 一個叫Irene 那些人來說 整班都是老千額人 查到虛地了 所以這個電話號碼 看不看得到 011 1941 7285 以上的號碼是欺騙電話 非官方 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大家要注意 他用這個電話號碼 聯絡我的客人 幸好我的客人沒有死蠢 直接聯絡劉小姐 跟劉小姐說 劉小姐好像有人無充你 因為劉小姐 一直用他的電話號碼 014 322 8838 是劉小姐 香港的 852 6938 926 這就是我們官方網站的電話號碼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明白 就算真的劉小姐沒有錢 也不用問你 就打電話問你 我可以秘密 告訴你 其實劉小姐 家底 不錯的 有錢女兒 跟你說 你想追她 麻煩 排隊 我愛追她 我覺得 我和你講 好像長景 看得很長 你知不知 他的眼睛生去哪 你不是生起頭嗎 不是 你生在屁股 生在屁股 生在屁股 所以走路 就像鴨子士匹 那樣 所以他有時候錯字 你哪看他的眼睛 我跟你說 所以大家不要死蠢 劉小姐 我的工作人員 如果她說 她是無充 是我工作人員 師傅金龍王的人員 和你借錢 你千萬不要信 你馬上打電話 聯絡警局 抓她 不用給我的 收不收到 所以這個電話號碼 011 1941 7285 希望大家 注意這個電話號碼 你們也可以去報警 如果有這個號碼 或者其他的號碼 如果無充是我的工作人員 或者無充是劉小姐 就肯定 不是我們 這些是欺騙你們 不要死蠢 我和你們說 不要說我不貼事 還有很多人無充是我的師父 他當真是自己太崇老君嗎 我是道家 又是有佛家 對嗎 對嗎 所以有很多人 都無充的名譽 是幫你看風水 算命 解降頭 看風水 小朋友改名 陰窄風水 陽窄風水 以及看格局 以及看你的五行 全部只有我一個人幫你做 千萬不要相信別人 一路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執行 這樣如果有人找你來說 通常是劉小姐的電話 是用這個電話號碼 加六零一四三二二八八三八 這是馬來的電話 馬來西亞的電話 吉林坡 再下來就是香港的電話 加一個八五二六九三八九二六六零 這採超過零一八六 erst 這送 recompense 是不是模糊 少了一個零一 collaborate 你趕快幫我辦理 所以我就跟你說 也可以說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只怕豬一般的隊友 就是我們這班隊友 經常都是這樣 我真是想拿吸塵鍵來幫他吸塵 我和你說吧 激死人了 哎呀 日教夜教 知不知道教甚麼 哎呀 所以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糟糕 少了個零 難怪打你不通 其實你講不好意思 太多粉絲了 一時回不了你們 現在我暫時還在檳城 這樣下來 我就會回吉林坡 去替風水 再下來就去馬六甲 如果馬六甲的朋友想見我 可能我去民事來說 我安排一下 馬六甲下來就去借賓了 借賓的朋友很多 甚至很多新加坡朋友都要找我 哎呀 我也很想見你們 你明白嗎 所以我回頭來說 為何很多財委你們計算不出來 計算出來 放的東西又放錯了 然後看到建材又化水 激死你了 哎呦 不好意思 電話又響了 又在那裡震 等到頸都長 都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你明白嗎 死等難等 都沒眼看 所以尤其是這幅畫 西照 直落西山 長頸鹿向自己的大門口 其實長頸鹿來說 畫是可以放的 你不要放錯位 如果長頸鹿放錯的話 和直陽西照來說 還有你看到那些水 倒影的水 你看到嗎 這些東西來說 就是你做甚麼都平平淡淡淡 不是賺不到錢 而是賺到平平淡淡 這樣要向著大門口 這是一個白虎位 加上一張神仙符 壓至大門口 所以你壓不住 便變成小隱當道 很多小隱在那裡狗肥 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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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畫 畫像來說 你要看放對的位置 如果你放錯一個位置來說 你反而得不到你的財運 如果是說放對來說 你的財運 五天內見效 因為這幅畫 你看看 私隱身歪山 你看到嗎 長頸鹿 放在前面 你看看 真的不行 因為這裡是白虎位脈 你明白嗎 不行的 你這樣做法 還有 如果你搞投資來說 就死定了 為什麼呢 左等右等 為什麼前面也有放一張座椅 那就死定了 這些四張座椅 在那裡等 不知道等什麼 春夜 搞到我真是互利彈道 這樣下來來說 剛剛這個畫 就對自對面的電視機來說 就是有這張座椅 這張座椅 在旁邊來說 有食飯桌 有一個鏡子在那裡 鏡子可不可以放在那裡 就要看別人的 但這間屋是不能放鏡子在食飯桌 你明白嗎 如果是說放錯了 雙矮不好口 我先讓你知道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件事 大意來說 尤其是很多人 建立了神桌 神桌 建立了之後 很多人的壁櫃 都有放一些裝飾品 漂亮的 有些放一些酒瓶 酒 飾酒 擺設品 看不看到 這枝看得流口水 撐不住 帥哥 這東西很漂亮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哎呀 還有 你們看不看到 這些獎牌 很多小朋友讀書 有拿獎的 如果你要投資 這個獎牌放的風水的位置很重要 放得對也好 如果投資放這個獎牌 雖然不是你拿獎牌 如果你的子女厲害 你會拿到獎牌 每家人都有 如果你放得對 你投資 股票 賣賣 五三五四東西 你會賺錢 為什麼 有一個自由女神在樹屯 自由女神來說 叫做什麼 贏 你明白沒有 贏 怎樣說呢 我示範給你看 這裡是這樣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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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YES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放在自由女神 放在大門口這樹 就肯定是贏硬的 YES 但是 就是因為這幅死人的東西 放在這樹 升去 這長頸鹿 你真的腳踏去 他也不要去走 怎樣走 長頸鹿 頸長就等到頸長 這幅東西 就算是太太 配合她的格局 這間的格局 和小朋友 小朋友有分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甚至乎 或者兩個是兒子 或者一個兒子 一個女 兩個兒子 一個女 或者兩個都是女 或者四個都是女 或者兩個都是女 全部要配搭 整間人的隱形 和格局 如果你擺得那幅畫 正確 或者擺件 放什麼都好 你就會令到你投資 賺大錢 所以我們為何 幫人看屋 別人很快會賺到錢 甚至馬標 一路橫財 陸續會來 大小不要說 我希望你更大 所以我們要記字 如果有自由內臣 你家裡有放置 是很好用的 因為這兩人 一帶一世 很多人都去外國賣回來 做過紀念 但是這兩夫妻 就去投資 賺到不少錢 謝謝 但是偏偏 很多機會就等 等到 頸都長 這裡就等 那裡就等 坐攀腰等 等什麼 不過我幫他擺對這個位 剛才不是擺這個位 擺對 三個銀杯 還有很多人都問 紫色的花 是否不可以放 紫色花叫看人放 你不要放錯 放錯 就招來蘭桃花 如果放得對 風水位擺件 這個花 就叫做紫氣東來 我跟你說 所以這個牆的顏色 都有分 這個門的格局 一個格 兩個格 三個格 四個格 五個格 六個格 還有上面這處 有音響的喇叭 鑽石燈 有兩隻喇叭 三個喇叭 看不看得到 還有這個 石膏板的燈 有一條狠 兩條狠 三條狠 三部曲 再下來大門 這要搞清楚 還有燈籠 有很多東西分別的 還有門 還有對面 所以對面也有影響到很多 幫助你 或是沒有幫助你 也有幫助到 也有影響到 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吸塵機也是一樣 你在這裡放置 不斷吸塵機 放得對嗎 其實有些是對的 有些是不可以的 因為吸塵機在這裡 你看 這裡是水 因為水沒有旺字流 所以吸乾了 所以賺很多錢 就是等來等去 不知道等什麼 搞得我都暈了 你們明白嗎 所以大家要記住 剛才寫少了一個零 我也不知道我這些 IT人員 是不是叫IT 算是叫IT 特技人員 這樣放少一個零 你知道這個零多重要嗎 九二六零 明白嗎 香港電話 五二 六九三八 九二六零 而我剛才說錯了 說少了一個零 扣的工錢 一千元 是嗎 不用 如果做得好 還加多你五百元 好 所以大家要記住 這個號碼 0143228838 是劉小姐 劉姑娘 她已經沒有嫁 我告訴你 第二 就是這傢伙 0111941 7285 這是欺騙電話 代表劉小姐 是劉小姐被打劫 所以就打電話給客人 麻煩你捐多少錢給我 頂蕩 周轉 其實劉小姐沒有錢 都會問我拿 我有 所以我不及你們多 起碼我都有多少 我都會幫助他 對不對 我都會幫助他 所以你們要記得 如果我的工作人員 如果問到你 有用到錢 什麼什麼 你不要信他 你記得 我有證據 你要先問我 有什麼事都好 手不收到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電話是漏東西 假電話來的 我告訴你 真的是這邊 真的是這邊 記得了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擺件來說 你就要放得對 放得不對 你真的等到鏡子都長 而不是這幅 長鏡都放錯 有些人適合長鏡子 有些人適合長鏡子 有些人不適合 因為長鏡子 放得對 看得遠 看得大 看得寬 因為長鏡子 在自由的環境之下 生長 是大自然的 所以看得高 看得高 看得遠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都是一個幫助 尤其是小朋友的房間 好像說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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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運位 和文昌位 有些人都放長鏡子 你明白嗎 有些人就不可以 因人而而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財運位 家裡有很多種 看你如何放 放得對 就恭喜你 財運 亨通 尤其是橫財 經常中 大二 正財 正財 可能是升職 又加薪 大三 就是投資賣賣 買股票 買信託基金 和黃金 和炒外匯 你都會賺很多錢 所以很重要 尤其是那張桌子 你坐那張桌子 現在很多人 不能出門做工 很多人都在家裡 或在沙發上 坐字看電腦 上網看股票 甚至乎在飯廳的時候 坐字上網做買賣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記得 如果是在飯廳桌子上 放一樣東西 或是在你的沙發衣室 對著電視櫃放一樣東西 都會令你升職加薪 和財運空空 和荷包博博獎 兔子沒有那麼大 像我現在瘦了多少 看看有多少兔子 我沒有鞠 我只是有兔子 但我現在不吃飯 他們說吃飯不好 那我吃少一點 所以大家要記住 財委有很多種在家裡 一定有一個財委適合你的 而財委放得對 恭喜你發財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